1932年2月22日 中国军队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击败日军几万大军 取得妙航大捷 全国上下欢欣鼓舞 国际社会轰动一时 但是由于当时国民政府 坚持攘外避嫌安内 以及各地军阀难以统一协调等原因 自第五军增援上海之后 19陆军再也没有得到 一兵一卒的增援 再加上南京国民政府希望 一面预备交涉 一面积极抵抗 在全盘计划未定之前 仍采取攻势防御 和上海原本就有的 公共租界的存在 导致我军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 但也只是防卫 很难一鼓作气 将敌军扫地出门 日军抓住我军的这些弱点 战败之后就装模作样的 说要和谈 被地里却调集更多援军 为下次攻击中国军队做准备 妙航之战胜利后 日军再次龟缩了起来 我军看日军不再出来咬人 就于2月24日 让宋西连部撤回了原来驻地 只留一小部在南岸 监视日军的活动 原来守卫妙航一带的 8080大部撤回 妙航以西进行修养 南边的阵地有张岩率领的 19路军122旅的三个团 和古顶华率领的 8080的一个独立团接替防守 北边的阵地由 孙元良旅接替防守 张岩原本驻守的 江湾由梁师纪团驻守 日本总指挥 执天前击看到妙航地区防守薄弱 开始准备在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爬起来 2月25日 执天前击再次命令日军兵分两路 攻击我军阵地 第一路 陆军哨左空闲声 率领小谷部队骚扰江湾地区 企图打乱我军部署 掩护日军主力的主攻方向 第二路 日军主力进攻妙航地区 驻守江湾的部队 看到日军袭来率先发起冲锋 与敌人展开肉搏 一个多小时后 空闲声被活捉 其他日军仓皇而逃 在江湾战争打响的同时 日军数十架战机在妙航一带 投下了上千颗炸弹 投完之后 又用大炮在地面一阵猛轰 天地间顿时萧烟弥漫 混沌一团 张岩的五团四团和古顶花的独立团 所守的阵地 全部遭受重创 很多官兵被夺取生命 为了保存实力 我军停止射击 悄悄后退500米 日军看我军不再反击 便发起了冲锋 等敌军距离我军100米左右时 战士们立即开火 杀他了个措手不及 这样的战术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却打不断鬼子源源不断的增援 中午时飞 五团兵力 仅剩三分之一 四团也陷入苦战 古顶花的独立团死伤过半 其中一营全部战死 等张岩的六团和155旅二团前驱增援 战况才有所缓解 双方激战到凌晨三点 中国军队才趁着夜色掩护 夺回了白天丢售的阵地 此战 据我方记载 我军伤亡2000多人 日军伤亡3000多人 连日苦战 十九陆军和第五军再也拉不起那么长的防线 不得不让江湾的守军补充到妙航一带 27日 日军占领江湾 对于此次收缩战线 十九陆军和第五军的官兵们全都痛心疾首 但是他们已经竭尽全力了 因为早在2月22日 十九陆军的顶头上司兼警户卫戍总司令陈明书 就已经给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发点说 前线战事激烈 但是绝对不能撤退 希望抽调长江对岸的上官云巷部 前来协同作战 再迅速调集江西的陈城魏力皇 谭道元各部前来支援 但蒋介石却以各种理由拒绝了他的要求 无奈之下 蒋广奈只好私下里又给上官云巷和干东的戴岳发点 希望他们能够迅速前来 通筹敌抗 共赴国难 上官云巷戴岳破于舆论压力 不得不派出了一些部队 但是前者走到苏州 后者走到杭州 全都攀窝不动 隔岸关火了 25日和26日 19陆军和第五军各部的伤亡已经触目惊心 蒋广奈再次给蒋介石发点 请求支援 蒋介石却说 后方兵力已经来到前线 但是还不是参战的时候 希望19陆军把自己的预备队先调过来 尽量实现用最少的兵力防卫日军攻击的目标 自128至今 19陆军已经死战一个月了 哪里还有预备队啊 眼看19陆军陷入孤军奋战 蒋广奈又只好给汪精伟发点请求支援 可这电报发出之后依然了无音讯 19陆军筛谋长邓世森和总司令陈明树费痕被译 又亲自跑去面见蒋介石 但得到的却是让19陆军退守到刘河 罗电 刘航 真如龙华的命令 相对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消极态度 日本政府的表现则非常积极 截至2月28日 日本已经增兵近10万 而上海的中国军队还不足5万 而且弹药齐缺 蔡天凯不得不下令 让19陆军使用上海工人 自发用罐头加工制成的土炸弹 一边落后还怯懦狗活 一边强大又狼子野心 至此 128事变的结果已成定局 3月1日 日本老将白川义德率领由几万人组成的派遣军 第11第14师团到达上海 并对我军再次发起全面总攻 19陆军和第5军各部拼死抵抗 翁绍元的156旅自2月4日凌晨1点到达乌松至今 已经坚守了整整26天 仅剩3000人 19陆军70-80黄顾旅一团 近2000人牺牲至200多人 二团几乎全部殉国 三团队赴 营长 连长 台长 伤亡20多名 士兵阵亡大半 第5军孙元良差点殉职 仅待已少部分人突围 3月3日 真如南乡是首 我军被迫收缩战线 同日在英美等西风列强的调停下 日本在上海的派遣军司令白川一则发表 暂住原定停止战斗声明 至此 孙护抗战基本结束 我军伤亡14104人 日军伤亡10254人 现在让我们回头看一下 此次战役 国民政府为何一直不派援军 日本为何在战场上占了优势 却没有乘胜追击 国民政府方面 第一 蒋介石一直主张 让外避嫌安内 把大量军队都调去搅供了 第二 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 很多军队南京国民政府 根本就调不动 比如2月3日和2月13日 何影卿曾两次致电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市会 让他派兵支援上海 但是都被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第三 日军在东北建立维满洲国 国民政府认为日军即将战临南京 控制长江流域 所以国民政府选择了迁都洛阳 国民政府还认为中国各地随时会有重大危险发生 所以各地还需要保存一定的实力 第四 财政结局 当时的国库里只有300万元 而中央每个月的支出就高达2200万元 日本方面 日本军队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势之前 日本政府根本不愿和谈 但是他们在上海的行动直接影响到了 英美等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 这些西方列强开始对日本施压 促使中日双方和谈 另外随着战争的进行 他们发现中国军队并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他们还没有实力拼命整个中国 最重要的是 918事变之后 日本在海外的声誉直线下降 从海外筹集军费也不太可能 而日本既有的军费已不够日军支撑三个月 所以日本政府决定 趁上海局势对日本有利有条件的结束战争 虽然十九陆军和第五军没有取得此场战役的最终胜利 但是他们欲辱为国的爱国精神和誓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在中国大多民众的心中种下了一颗共赴国内抗日图存的种子 4月29日 清华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松户战役筑节大会 并庆祝日本御人天皇的生日天长节 中国的几名爱国人士和朝鲜青年 饮凤吉敲装打扮后 首提上海兵工厂打造的日本水壶饭和模样的炸弹 乘坐韩国爱国团负责人的汽车 潜入筑节大会会场 四级把炸弹投向了日军领导人的检阅台128事变中 日军最后一任总司令白川一则当场亲王 前两位总指挥官 值天千奇和野村吉才狼 一个左脚被炸断截肢 一个左眼被炸瞎 在这些军人的英勇抵抗之下 在这些民间英雄的反抗之中 无数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狼子野心的日北 早晚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所以无论是民间还是国民政府 从此之后都开始了积极备战